我們今天從五月五月天開始 因為五月天非同小可 他他畢竟不只是台灣的天團 他是華人的華人的 就是說表演的天團 這個呢 我認為以他的所有的售票啦 或者說的這個曝光率的年間度啦 廣告的費用啊等等他當之無愧 他是天團 好作為作為天團 那五月天的 因為他又很長壽 對 五月天是我學弟啊 對啊 他們是士大附中 哦 差你幾年 當當當小的還是小我很多啦 可是我吃早他看到紅了快二十年了吧 不只 這就是當當很多人會嫉妒的原因 就是說你當個很多的樂團都已經解散 在你都紅個十年就了不起 紅個十年 然後呢 就解就解散了 就單飛了 就拆火了 然後很多呢 就就就是呢 就是呢 娶娶娶娶老婆 然後呢 生孩子的 大概就 就這樣 跟五月天沒有 五月五月天呢 是一個很長壽的樂團 那他的創作力也一直都還都還在 所以呢 他的他的粉呢 就 橫跨大概有二三十年的 大概兩三個世代啊 他的那個粉的貝斯就非常非常大 對對 那尤其他在兩岸 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樂團 可能 可能在台灣 很有影響力 可是五月天不是 五月天的粉呢 是 是在華人的 華人的 就是說 他現在大概 大概 30歲 大概25歲到45歲 這可能是他們的最主要的貝斯 所以他的那個貝斯呢 力量非常大 你看到在這個時候消費五月天 其實無非是在 是在當年的周子瑜事件之後 在催年輕人的票 嗯 就是激發呢 年輕人對政治的反感 覺得 覺得連五月天都被迫呢 要在政治上面的表態 跟了周子瑜呢 在在當年的選舉 請問一下 台灣的藝人在台灣會 不配 被逼表態 那那那那很多啊 對啊 那很多啊 一樣啊 都會 就如果如果你在這政治的 政治的表達當中來講的比較 直覺一點 比較直接一點 你大概很難不承受到政治 現在台灣的藝人敢上台講說我是中國人嗎 沒有 就很很少數啦 黃安已經不能算藝人 黃安算什麼 黃安 黃安基本上 雖然大陸藝人是吧 雖然他有藝人底 可是呢 第一個他的 就他已經不是活在第一線的 哦對 我現在講的是台灣的 現在還能夠舉辦演唱會啊 上台表演啊 然後還能夠在電台上 我是 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可以講 那如果講我是中國人為什麼下場 對 就是甚至於你做一些比較比較邊緣的表達的 表達對大陸的環境的認可跟喜歡的 呃 像 像是一些的歌手 歌手 我就 就不點名誰啦 但是後來在大陸定居的 那個呢 一樣會會承受到非常強大的 就是網路的網軍 的攻擊 不要講別人啊 我們現在有 三個總統候選人 三個副總統候選人 只有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講說我是中國人 哎 對 只有一個 而且副總統候選人 其他人沒有人敢講 他還是柯文哲 副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的副總統候選 吳心靈 然後被網路噴攻擊啊 第二天講 我是中國 我也是台灣人啊 我也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可是好像這個炮火還沒有襲美啊 對啦 就說你就知道這種的 這種認同標籤啊 政治標籤啊 在台灣來講的是一件多麼敏感 多麼困難的事情 去中國人化 民進黨做得很成功啊 是 受造的社會氛圍 那五月天事情你怎麼看 五月天第一個 路透所有的報導說有台灣官員跟他講 兩個 安全部門的官員 沒有還沒有 他說是根據安全部門的文件 他看到的 是台灣安全部門 簡單講就是 就是間諜部門啊 對 然後 台灣的 安全部門的文件 他這兩個官員看到了 所以就跟路透社的官員講 那很顯然我認為這兩個可能不是安全官員 可能是 管媒體或外交官員 才會接受路透社嘛 台灣的安全官員如果要接受 接受路透社的話 通常要承承上報章的批准啊 不可以輕易去接觸媒體啊 防止被反間諜啊 那這兩個官員所有看到 他說內容講說 中國大陸有施壓要五月天 表達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具體說法這樣子 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叫親中言論 就民進黨的定義是這樣子 所以 以這個拉上來說 大陸 要求五月天表態 我覺得 莫名其妙啊 請問你 五月天在大陸上可以講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可以嗎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還是五月天可以在大陸講說 台獨萬歲 我是台獨今孫 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就舉一個例子 如果有個台灣的藝人 在台灣 站表演的時候講說 哎呀 我贊成台灣啊 作為 中國一國兩制的特區 會有什麼下場 那當然在台灣就不用混 那馬斯克可不可以這樣講 馬斯克可以 馬斯克能不能來台灣 可以 而且 而且呢 他可以特斯拉基區在台灣賣 對 但是大陸的電動車一輛都進不來 對 所以民進黨政府 不敢 不敢 對抗美國人 即使是像馬斯克都不敢 而且是有錢的美國人 而且我還看到許多深綠的政治人物呢 開特斯拉 可惡 不可惡 因為他們覺得美國人講的都對了 可是 可是那是馬斯克的特斯拉 對啊 所以他們是暗中 認同馬斯克 所以開特斯拉 對 那五月天這個案子 就很明顯的 台灣的情報單位在出口轉內銷 或者外交單位 或者發言人單位 出口轉內銷 而且那個官員還講說 不要 不要講我的名字 匿名 換句話說 這個整個故事是發生在台灣 民進黨在操作的部分 那大陸國台辦就跳出來說 絕無此事 這是惡毒的謠言 我也不懂這什麼是惡毒謠言 要求台灣的藝人表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是不對 再來 經濟部 前段時間 大陸要求台灣賣到中國大陸的貨物 一定要標示中國台灣 經濟部說 我們順應廠商的需求 結果廠商就這樣做了 王美花這麼講 請問一下 王美花有沒有親中言論 當然有 對廠商的所有的包裝 比如說那個紙箱 出口到大陸的這些的貨品 他們的紙箱 必須是中國 台灣 激發地點寫中國台灣 是 那民進黨的政府呢 睜眼閉眼 莊沒看到 那五月天可以大陸上給我講 被要求講說我是來自中國台灣 合不合理 這合不合理 聽起來是合理啊 對啊 王美花可以 台灣的出口廠商可以 台積電可以 銀利人不行啊 五月天不行啊 嗯 五月天還講說我來自台灣不是中國 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 很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你 所以 不管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那 你認為 五月天確實有可能承受了大陸有關方面要求他表態的壓力 我不知道大陸有沒有給他壓力 因為國台辦是否認的嘛 對啊 所以到到底我們要相信國台辦的否認 還是呢 相信了民進黨的這個兩位呢匿名的所謂的安全官員的指控 因為不是只有路透社 因為CNN有一個報導 而且CNN特別強調就是說 他在報導這件事情的時候不是用路透社的新聞 而是我人在現場 我在這個新聞簡報會 我CNN是受邀也在這個新聞簡報會 新聞簡報人是誰辦的 Briefing就是他說呢兩個安全官員嘛 就就是兩個安全官員 把他們跟他們做 有關於安全事務簡報的時候 你為什麼安全官員去跟外媒做簡報 而簡報的時候呢他說呢就丟出了這件事情 他的重點是說 中方呢就是 呃 台灣的這個安全官員的 說法因為中央社後來把CNN 跟跟跟路透社的報導呢 combine在一起之後呢中央社發 發稿 其實我我猜了中央社也在現場 好那中央社說呢 台灣安全官官員的說法 台灣知名樂團 五月天 遭到調查涉嫌假唱 並且被施壓 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親中言論 此舉是中方首次以前所未見的規模 對台灣藝人窮追猛打 好那CNN呢就就我現在用的是台灣的中央社 中央社說呢美國的CNN 美國CNN報導 五月天11月在上海的演唱會被質疑假唱 然後12月初中國官方介入調查 那五月天所屬的經濟公司相信音樂 相信音樂不是不不 不是信賴台灣是相信音樂 則一再否認了所謂的對嘴假唱的指控 那 在中央社中央社呢在引用的這報導裡面呢 他他說 他說CNN報導 他說 基於安全考量而要求匿名的台灣官員表示 中方提出這些要求的時間點 是否五月天在今年五月展開中國巡迴演唱會 這句話是有問題 就說到底 如果真的有跟五月天的接觸 暗示或者明示 五月天那你應該要表達了 在兩岸問題的立場 那到底是在五月 五月天開始巡迴 這次的巡迴是大陸解封了之後的第一次的巡迴 對 因為大陸三年大役 三年大役其實所有的演唱 所有的這些的旅遊活動的都受傷非常重 所以藝人 一些知名的藝人在大陸有票房有市場的藝人 今年非常的活躍啊 因為市場重開 所以就看到許多的重要的樂團排滿了這些巡迴的表演 有啊 我今年八月下旬去全州我記住 對啊我我不是在節目上在做了嗎 同時五月天也在全州表演 啊 這樣 而且 在那麼大了場地表演 我們其他的車子 都要 避開 為什麼 怕那個擅長太擁擠 當然啊 啊 而且他們最交通管制 好像是外國的這個 什麼政要來的樣子 嚴格交通管制 而且黃牛票 賣到三倍 嗯 我那 調侃了 大陸人 你們黃牛票都敢 管不好 哈哈哈 黃 他們今年呢 抓抓黃牛打 打黃牛呢 非常非常狠 就是呢 今年呢 開始在認真處理這件事 因為今年就是我們剛講 就是因為疫情解封了之後啊 所有的這種的表演啊 不管是體育啊 黃牛就是來佔佔佔位置 黃牛也三年都沒都沒賺錢了 今年當然是要大撈特撈的是時候啊 所以 今年黃牛特別倉獲 沒錯 這件事情都跟疫情解封之後的 形態是有關的 好 那他又繼續講他說這兩名啊台灣官員在簡報會上表示 他們被要求就是五月天被要求在與歌迷互動和公開訪問期間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那 後面就提到CNN也出席了這場簡報會 所以 路透社的報導他不是偷偷放給路路透社好幾個媒體對有好幾個媒體而且都是境外媒體 好我們待會在出國轉內銷要來介入選舉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要要對要對境外的媒體釋放 因為你我只要找了路透社找了CNN這兩個媒體只要爆全世界的媒體就是 柯文哲正以後有一陣 也都是說如果屬實要對大陸強烈抗議 他不敢講說這安全官員不是屬實 他不敢講這台灣的安全官員 民進黨的官員是在造假說謊 嗯好那那我問你 那 不管民進黨民進黨官員是不是造假說說謊因為國國台辦否認了 國台辦的否認可信嗎 兩邊我都不信 你家理由在哪裡 為什麼 第一個 台灣的官員造假是正常的 嗯 大陸的國台辦 很少 很少會接觸到這些這些單位 對啊就就算真的有人去去 跟五月天說哎你應該 而且什麼國國台辦也不一定知道 大陸一向很軟弱 哈哈 換上我你說我壞話 國台辦已經已經常常被消消消遣是櫃台辦了 然後你還說人家軟弱 今年國台辦算很硬的 今年九月國國台辦就已經講了他們支持取消 這是我我覺得我看到國台辦最帶種的一次人家印到這個樣了 真的會取消 不知道我這個真正 對嗎你也沒什麼信心 這個真是我我待會要要問你的你怎麼問問我呢 不過你你你你你畢竟是畢竟四大哥你這種事情你還是要要表達你你四大哥的立場啊 一下子變四大哥這樣公為我 那是雍正皇帝的專用名詞 所以老大老二老老三是沒有用的 四大哥是最大的 好但是國國台辦否認 國台辦的否認 畢竟是在兩岸兩岸事務當中的一個官方等級的 國台辦為什麼不講 來大陸演出的藝人 這個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公民應敬業義務 奇怪 這有什麼不對 那在台灣就要講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不很正常的嗎 對 你現在到美國去可以講說我支持巴勒斯坦嗎 可以啊但是呢但是你就會你當國會議員呢 你都會被請署 當大學校長都要下台 大學校長都都下台 你當中議員都要被譴責 對 對不對 這個不是各國都有這種政治形式嗎 是 那就中國立場中國市場 你可以到中國講說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嗎 不行嗎 對不對 那你唯一就是不講嗎 啊 那不講的話 如果人家要你講說 哎你來都要說我欠個字 你必須支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才可以進來 就是不對 國台辦 不可以公開這樣要求嗎 所以我說國台辦幹什麼 我看不懂啊 他自己都守不了他自己的基本立場 不是嗎 就公開講 凡是要來台灣來中國大陸做生意的 來中國大陸演出的 來中國大陸發展的 都要支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政治論述 有什麼不對 他不能不表態嗎 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國家國家立場 你在你在台灣可以不表態嗎 台灣 台灣你當你在台灣的時候 你你當要表態 你是你的是你的權利 但你也可以不表態啊 像是斯拉哥這樣的表 表態 畢竟少啊 對啊 我們這我們這十大扣是多麼的 都不敢表態啦 對啊那那是有政治上面的考量 所以我在這次看五月天的五月天這個事件的時候 因為他跟在 他也很聰明 如果說呢這個是這個是刻意出口轉內銷意圖借選 對 意圖干擾選舉 為意圖呢去在這個時刻呢 去在最後選舉的這個這投票前半個月的時候 去吹動年輕人投票的情緒 那他當然是看到了就是之前五月天 被呢 網路上面點名 就是說你在上海 你國台辦需要去管台灣年輕人的情緒嗎 你自己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嗎 你都要求廠商賣到中國大陸去必須寫中國台灣啊 那你要求藝人來講說我來自中國台灣是不對 你國台辦自己立場的不一致啊 是不是 我這樣問有什麼不對 好了 我其實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台灣會搞這個 民進黨會搞這個東西 就表示說 我不認我不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一個基本前提嘛 是領土組織的問題 這有推浪的空間嗎 民進黨說他沒有推浪的空間 那你為什麼國台辦要推浪 我不懂啊 國台辦可以大大方方講 凡是要來大陸演出的一定要支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是個基本立場 有什麼不對 因為 因為 這幾年的時間 習博客有時候表態 到大陸上不表態 這這幾年的時間我 我基本同意就是說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 我丟這幾個問題國台辦他怎麼回答 對 每次到到選舉的時候比如說企業界 企業界的表 他遠遠的 遠的從 許文龍的事件 然後到上次選舉的時候 遠東極集團的 許東 到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紅海的郭台銘 OK 這些人似乎 都在選前的時候 因為政治立場 而 成為 某些呢 政治當中呢 在踏伐 或者在暗示 最少已經公開在媒體上面 嗯 那 大陸方面的這幾年的時間呢 比較長掛在嘴巴上面的就是 絕對不允許 就是 一邊呢 一邊扛著台獨的旗幟 但是呢還在大陸呢 撈錢 對 換句話說 當你在大陸賺錢 那你就不可能 就就說呢 是 是一個 扛著台獨的旗號 他你要求到大陸去表演 要求說 對 從從這個 邏輯上面來講的 似乎是通的 可是五月天啊 畢竟 畢竟呢 畢竟是天團 那個敏感度啊 其實有有許多去大陸表演 或者大陸生活久的藝人 他們幾乎都已經在大陸都定居了 台灣很多的藝人在大陸定居 後來經商的 或者還在巡演 很多 其實 有一些我私底下有接觸過 那接觸過之後 對於 發表所謂的兩岸的政治立場 對大部分的藝人並不困難 因為他在大陸發展 在大陸生活 甚至於在大陸定居 許多的我接觸過的大陸 他情感上面 他真的是 認同中國 他真的是認同一個中國 他真的是 你要他講說 我現在講的是國台辦發言的立場 對好 但是呢就是國台辦 真的有可能這樣子做嘛 然後國台辦的否認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 因此說 大陸就否認了 大陸的否認是可靠的 這個我就沒把握了 大陸的否認 我認為是可靠的 因為就國台辦立場來講 他這個事情 他沒有做 他就可以否認 對不對 但是就單一事件 就是午夜天這一次我們沒有要求他這麼做 他也沒有要求其他人這麼做啊 所以我認為他說沒有要求午夜天 這麼做 我認為是 這個說法是可靠的 你有聽過其他藝人被他要求嗎 你以為只有午夜天在大陸紅嗎 也不見得好不好 好 原始是國台辦 這個發言的內容 我覺得他態度軟弱 他可以大大方方講啊 台灣藝人到大陸來演唱 自稱來自中國台灣是合情合理 認同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合情合理 就是不能講了 是 不講啊 所以我搞不懂國台辦在幹什麼 一定要 贊助自己的立場 你台灣的觀念講說 你到中國大陸去講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親中言論 請問你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這樣寫了嗎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台灣地區是 中華民國領土一部分 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的政權之一 對嗎 是啊 對啊 那台灣就可以把中華民國 紐西省是一個台灣共和國的 前期政權 那你大陸國台辦怎麼 還擔心台灣年輕人選票 不用理會 你如果一個大國有氣勢 你管理什麼選票 對不對 不是 不爽就開打 對不對 對你 對你斯阿哥來講 這個是首尾一致的邏輯 雖然對你斯阿哥來講 是順利 成章的 是首尾一致的 可是 是政治不正確的 對 好 那 你在 你在看了 就是說 政治如果沒有佔我立場 有什麼正不正確的問題 好 那中央社的中央社的報導裡面呢 他有要提到 CNN的 CNN的報導裡面有提到說呢 CNN 本身無法獨立 去查證台灣的情報官員所做的評估 對啊 CNN在強調這一點就是說 那個是 那是台灣的官員講的 對啊 我只引用台灣的官員了 但是 我沒有辦法去查 CNN這個是符合媒體的立場 對就是 CNN要強調就是說 他想查證 他說 唐湘龍昨天沒有回家 他告訴我說是打麻將 我在引述了 可是 我沒辦法確認他是打麻將 還是約會 對他又想 他又想報導這件事情 而且合理啊 想要 想要讓新聞曝光 但是又不想負責任 所以呢 他不是不負責任 他巨石已告 對 好然後呢 後面呢 他他倒是說呢 他說 三名三位熟悉台灣流行音樂界的消息人士透露 台灣藝人為了獲准在中國大陸演出而面臨政治限制的情況 並不罕見 當地人口眾多是利潤豐厚的市場 CNN已經聯繫中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及國家互聯信息辦公室 以尋求製品 所以CNN的查證對象都不是國台辦 對很奇怪 CNN的查證對象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部 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CNN是有概念的啦 沒有沒有概念 真的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嗎 因為中宣部不管這個 他是跟他查 莫名其妙啊 你你到虛工手去問收國稅集之後什麼是不是很奇怪嗎 好那我那是廣電總局 那我那我問一個更更更困難的事 是 那 5月天是藍藍綠的還是紅的 5月天會有表態困難嗎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你說你看不出來他們的政治立場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沒看過他們表態過 他們有參與過一些的 真的比如說太陽花 太陽花 他不算參與 那就是他會 我也我也不能說他的太陽花的現場 參與應該在現場 他倒不是 沒有他沒有 但是 但是在 舞台表演當中來講 對於太陽花的 訴求跟那個時候的年輕人動員 情緒 採取一個比較正面回應的方法方式 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要把它說成 他就是太陽花的知識者 我覺得未必 就未必 當然 有許多在 在 網路上面的認為 當時太陽花都要求 不斷的要求很多的什麼公益團體跟藝人表態呀 嗯 有沒有當時有了 是 好那 五月天 五月五月天的政治立場 如果說今天他真的承受到壓力 而且事情都已經公開到這樣的地步了 台灣的 情勢單位呢 覺得 覺得 這個機會來 來了 這個話 這個議題呢 不管他真的假的 總而言之他是一個選舉議題了 對 那五月天怎麼辦 五月天啊 他不理會啊 他也不會理會這個事 他不理會他以後在大陸還能混嗎 還照顧他因為國台辦很軟弱啊 很難吧 我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這個議題在大陸已經已經燒得很厲害了 他在辦演唱會的時候你真的覺得這大陸的網民們 不會有意見嗎 至少共產黨不會有意見 共產黨是 想要當媽媽 哎呀 你小孩好過沒有換點臭沒關係啊 喜歡贏啊 不是嗎 我我很多台商喔 在大陸賺錢 回來台灣捐錢給民進黨 你共產黨不知道嗎 知道 他處理了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不要太公開不給我共產黨面 面子就算 對對對 他假裝自己包容力很大 兩岸和平統一嘛 對不對 和平統一下 先和平再收吧 統一 有沒有無所謂啊 不是這樣子嗎 對啊 所以我昨天也也講過 我說 我說中國 國難黨 網路上很多朋友說我整個人喜歡吐槽大陸啊 吐槽習慣啊 好 中國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呢就是 你你即使公開反共啊 他都還能忍 反共表示我們一家人 對就說你只要就是 國國共的概念裡面來講 讓中國共產黨覺得 當你是呢 是國民國國國民政府養大的人說 反共 正常 這合理 我可以忍 你只要不反中就就就好了 你不忘記在 孫孫老爺子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的時候 就就兩個黨一個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 對啊 就是孫生兄弟了 基本上是孫生的 好 我們回頭再看了 這個是事件對台灣選舉會有什麼影響 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 輸贏已經定局了 啊這樣子 對啊 你 我要 我要說你這麼的樂觀 這麼的悲觀 既不樂觀 悲觀 因為藍白不可 我就知道結局了 對啊 這個是藍白 藍白整合失敗了之後呢 蔡振元第一時間呢就有了表態 對啊 所以你到現在為止大概是持這樣的看法 是啊 沒錯 沒錯 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知道人家奮鬥的時候都希望說 我一定能夠在 短跑 你們跑第一名 對不起啊 你這個 接棒落掉了以後你就跑不到 第一名 好 那如果 如果你認為就是說呢 賴蕭沛將贏得選舉 很難改變吧 如果賴蕭沛贏得選舉的話 那 希望有奇蹟啊 那我目前還看不到奇蹟啊怎麼辦呢 好那 你有看到嗎 1月13號之後的兩岸關係會怎樣 不會怎麼樣 過去 過去 七八年 賴清 那個誰 那蔡英文不誰 混得很好嘛 不會怎麼樣 大陸 大陸頂多就是派出一條廢機在門 烙盡平安 敲鑼打鼓就回去了 第三次的 維台軍演 維台軍演 說 說 你認為最最多就是這樣 說啊 對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大家都 批批的 那如果 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在台灣的選民來講 那在台灣的選民來講 就支持賴蕭沛 沒有沒有什麼顧慮啊 沒有什麼包袱啊 正面的來講 說圍倒軍演 給台灣老百姓 第四很大的衝擊 然後 造成2022地方大選國民黨的勝利 嗯 但負面來講 哎 軍演完了還沒事啊 是啊 再來一次也沒事啊 何況這個現在 看起來中國極力要跟美國 反核關係啊 美國需要跟中國反核關係啊 所以 美國也會劃一下紅線 中國劃一下紅線 然後 台獨在這個紅線框框裡面活得很好啊 繼續去中國化 不只每個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有的話 你就別想選舉 那告訴年輕人 你是台灣人 你不是中國人 好所以你的你的意思說將來的將來的當當如果說選舉結果是這樣 當然這也是史無前例就同一個黨的同一個黨的 那有第3任期 那他同時會給兩岸一個非常清楚的訊號兩岸關係裡面已經不再是國共架構 而是紅綠架構 早就是啊 對他基本上是啊就是8年就是有紅綠架構 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跟 跟民進黨之間的政治的對抗 跟跟跟對話才是未來兩岸關係的重點 沒錯 那當然他也會留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從北京的角度來來講 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講 他 擺明了就是對台灣的獨派的運動跟獨派的力量 以及台灣的選民 公開的支持一個主張台獨的候選人 大陸也沒沒皮條 沒皮條 只要他喊一直喊和平統一 就是只剩下和平不會統一 他和平統一在騙大陸老百姓用 我經常公開這樣講 以前我都勸黃志賢 我們老朋友 哎呀你不要講統一啦 老共沒有要統一啦 我都嘲笑 老共哪像統一 台灣的台獨也是假的啊 沒有真的要台獨啊 那一個假台獨一個假統一 那你幹嘛去湊合一腳 像我都不湊合 就黃志賢再給我一個封號 我是嘲笑派 嘲諷派 真的啊 真的 中國歷史上有統一的哪一個不動用武力 你告訴我 台灣歷史上五次政權變遷哪一次不是戰爭造成的 當然 對啊 那共共產黨他覺得他可以用和平來達成統一 我就覺得 可能智商有點問題啊 是太樂觀太浪漫 可能實力還不夠 實力不夠 對還實力不夠 你說 或者決心毅力不夠 舉個例子 這個 美國南北韓戰 南北戰爭 美國內戰 就是美國的統獨戰爭 南方想獨立 北方不讓他獨立 北方對南方的實力是2比1啊 林肯惡化不說開戰 記不記得這事 是 他什麼解放黑奴跟他鬼扯蛋 我再講一次 美國的歷史上寫說 林肯打這場戰爭 是要解放黑奴那是鬼扯蛋 因為打到了 第2年以後 他想一想要動員人力 他取得道德至高點 他才喊出解放黑奴 之前完全都是為了關稅問題 而且不准南方脫離 最終不准南方獨立 最主要在這裡 就打了結果怎麼樣 北方也死很多人啊 南方也死很多人啊 南方死到什麼程度 三個成熟成年男性死一個 這比例夠高了吧 可是 林肯沒有動搖過 他林肯就說 我要統一美國 共產黨不敢統一台灣 這是個事實啊 我講大陸朋友要生氣了 好我剛剛收到一個 一個朋友的訊息 好因為這個周末 五月天在台中的一連有好幾場的演唱會 他說 因為他們是圈內人 他說這大概是 他所知道的 是歷年來票房 最差的 那他說 因此他認為呢 最近有關五月天的新聞 有沒有可能呢 是他的他的公司 那要就自己的票房 讓更多的沒有買票的年輕人的 買票停 五月天 自由的樂團 民主的樂團 五月天的會不會成為了民主樂團 台獨樂團 台獨樂團 這個是後續的定位跟觀觀察 因為 對啦 不過這個 這有可能是 五月天的人跑去跟台灣的安全官員講的 我也同意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不排除 對啊 就是 當台灣 商人無祖國 你藝人會有無祖國嗎 不見得嘛 我們 理解人家的立場嗎 這種政治問題都是政治人搞出來的嘛 政治搞出來的東西 你要藝人去呈現也不公平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藝人必要遠之甚至利用這種情境 好到五月天了 五月五月天接下去的議題 不管是從商業的或者政治的角度來講大概還會在持續的發酵 那唯一的要真的要觀察就這個事件的真正的影響就看 五月天下一次在大陸的登台是什麼時候 嗯對 看看這件事情大概就知道那個背後的羅的邏輯師是怎麼 但目前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他才剛結束了大陸今年的巡演 三年之後 第1次在大陸的巡演 而且 幾乎常常爆 爆滿 我們來看看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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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